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要心中存有一丝贪念 金光当片图就能见缝插针 御动灌水 小心 一念之差 金光一出 口袋清光 她呢 是金之阿嬷 自从孙子上了小学之后 每天除了出来买买菜 而整天闲到好事了 三不休假 金之阿嬷呢 只好乖乖回家看电视 就在阿嬷准备打到回府时 却被歹人给盯上了 看到闪亮亮的金项链 不管三斤二十一就把钱掏出来跟人家换 这女的 脑袋有问题吗 不会吧 拿这么多钱去换一条项链 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不划算 到底该换还是不换呢 金之阿嬷挣扎着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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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嘛 咻的一声 陪着女的就不见踪影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金之阿嬷帮这个女人寻找小慧 不知不觉的来到公园最偏僻的角落 一场精彩绝伦的好戏即将上映 小慧她家庭家境非常的好 虽然有时候她不太正常 可是从小爸爸妈妈就疼命 可是命运捉弄人 在一场车祸当中 父母就相继双亡了 那么可怜 那她现在有什么亲戚来照顾她 就只有一个阿嬷 可是那个阿嬷身体又不好 我就住在小慧家隔壁 所以都由我来照顾她 小慧经常会来我家 小慧 又来了 而且这次还是两叠钞票 再来 新闻 前资阿嬷看得不顿口呆 说不出自己 早已一步步踏入诈骗陷阱 这个小慧啊 我就看着那张项链 就拿钱跟人家算 想想看 这些钱如果留给我们自己 帮得多好 就是 小慧前前花花 花了四五百万 真的 上次比其他阿嬷计月 其他乱花钱 倒不如我们合作 替他阿嬷保管那笔钱 阿嬷心想 照小慧这样花下去 还不如替他保管这笔钱 说起来 也算是善事一桩 就是啊 这小慧啊 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 如今是精子 哎呦 这些钱少说也有十万块啊 帮孩子娶个老婆都没问题了 白花花的钞票捧在手里 我又感觉真是爽哦 眼见时机成熟 这位太太就要世出绝招了 只要啊 阿嬤吃了蹭駝 鐵了心 我家還有很多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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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我們去拿 不要著急 我叫我老公來接我們 老公啊 金智阿嬤就這樣傻傻地上了車 回到家裡後 巴不得把所有值錢的骨頭 通通搬出來 皮雜 金智阿嬤 富不及太的沙坡正能補照 秋泡慢了换不到 当阿嬷一来 军火人立刻准备再度粉末登场 当阿嬷一拿出金项链时 闪亮亮的立即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 小慧当然更是爱不释手了 小慧啊 阿嬷给你这么多东西 你要说什么 对啊 对啊 原本还有点七上八下的亲自阿嬷 看到寄包钱的那一刻 总算完全放心了 而小慧却突然在这个时候罚座喽 冰黄码乱的时候看家本领搬出来了 相当那么多钱不太好 你爸爸先拿一大会儿去 我在路上被散伤就不好了 阿嬷我把钱收好了 那我先走了 我赶快收一小会儿去看医生 我注意安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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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望着渐渐离去的车瘾 心想一定要好好保管这笔钱 接着阿嬷 以百米的速度冲回家 喜滋滋的想要来清算一下 今天到底现赚多少钱 当阿嬷打开纸袋时 刚刚明明是百万现金 现在怎么会变成一堆废报纸呢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如果不睁大眼睛 就会被以假乱真 除了亲自阿嬷越过无泪 还有另一个惨重的案例即将上映 人吃五骨杂粮 难免会有生老病死 有病治病美病强生 更是现代人常见的养生观念 这样的现象又会衍生出 什么真假不分的诈骗手法呢 她是阮先生正直壮年 原本该在职场上冲锋陷阵的她 却暗于肝病必须在家休养 大家又称她为阮啪啪 她是美丽的神秘女子邓小姐 来医院真麻烦 什么事都不舒服 对啊 从等到晚了 我现在先生贵心 你姓阮 先生 我看你的气色不是很好 你人哪里不舒服 邓小姐主动地关心起了阮先生 到第三个院拿药 管治病情 肝炎 那你的GOT和GPT多少 你也懂肝指数 哇塞 这邓小姐可真专业啊 连肝指数的英文也唠得出来 不是病毒的 但有些药物和精进肝炎 如果没有治疗好的话 有病肝硬化 最后会转变成肝癌的哦 嗯 说的可是头头是道 有些药不吃 肝炎有继续恶化 但是吃了也无法分治 药吃多了还会有副作用的 医生药戒烟戒烟 早睡早起 他根本就是要我在家里坐牢嘛 我都坐了 一定还是不好 那怎么办 知音难题 阮先生心中的苦闷不愧快 你确实比较适合 慢性命 必须抢其治疗 应该可以去除掉 中药药性温和 吃多了也不会伤手 听完邓小姐的解说 阮先生还是觉得半信半疑 对 总有真的有效吗 当然有效 以前会得过心肝癌 以前会得过心肝癌 以前会得到数学肝癌 那时候情况比你还差 全身肥肤骚 一样吃不下 这邓小姐不论怎么看 都不像是肝病患者啊 你现在怎么那么漂亮 嗯 太好了 阮先生非常羡慕邓小姐 赶紧追问 他说你是怎么好起来的啊 他跟我说 我的肝病会好 是因为我服用了一点病 病 这点病房是由大陆里 采用大陆上的野生珍贵药材 通通下草 露蓉所调配而成 能够改善体质 强化肝脏细胞 也说是肝癌 就连肝癌都治得好呢 呦 说得好像鲜蛋一样 嘿 但 这药真有那么神奇呢 小姐 谢谢你 阮先生又听到这个男人 不停的道歉 内心也跃跃欲湿 小姐 那这个药去哪里买啊 这铁密房 不是说要买就买得到的 一定要透过交情关系 因为实在是太有效了 抢手得不得了 有时候有钱 相爱都买不到呢 幸好也透过我们 在大陆的师兄才干得到过 阮先生跟着这两个人 一步步地朝向蜜蜂神话前进 但是呢 蜜蜂是要付出代价的 众人准备出发 前去购买秘方 阮先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等一下 既然这铁药这么有效 一定不便宜吧 我拿一铁两万五 两万五 这铁药全台湾只有五在卖 两万五只是成本价而已 要吃多久才见效 不用太久 你先吃个三铁 就会知道效果 如果要完全好的话 六铁就行了 六铁 十五万 十五万 干脆去抢比较快 太贵了吧 建王余家 如果你嫌贵就算了 我也帮不了你 阮先生天人交战 终于点点头 好吧 那我们走吧 终于啊 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 没想到 这两个人带着阮先生绕了又绕 转了又转 转的是阮先生头昏眼花的 终于到了一户民宅前庭下 邓小姐拿出神奇的米方 临走前还不忘贴心叮咛 记得哦 七碗水用三分火煎煮成五碗药 吃完六铁一定会好 甚至还再三保证 不下退费 这就是医药诈骗惯用的骗人伎俩 结果过了一个月 阮先生还是回到医院后诊室报到了 警方今天破获医药诈骗集团 这批诈骗集团两人一组 在各大医院和病患搭讪 故意夸大冬虫下草 露荣的效果 并且以十二万的高价都售给患者 经检验这些药材都是贴质品 不但没有任何医疗效果 还会危害健康 警方在此也呼要受害者出来指认 一般来说呢 金光党作案至少会有三人一组 小慧她家庭家境非常地好 小慧啊 阿妃给你这么多东西 你要说什么 替她阿嬷保管那笔钱 艺人扮演说客 艺人是智障 如果在路上被场上就不好了 艺人是司机 常触摸在市场公园等等 专门锁定老单老人下手 而医药诈骗的作案形态 则大多埋伏在医院的角落里 片徒利用患者无知又绝望的心理 失去一点希望打动患者的心 对啊 想想要等到晚 好像烦死了 那你的GOT和GPT多少 你也懂肝指数 我对肝指数是很内行 这两种诈骗 虽没有诈骗集团复杂的手法 却仍以严密组织 专业分工 以及深爱人性 三项特质让受害人招架不住 有时候有钱商卖都买不到呢 幸好就透过我们在大陆师兄才干得到过 这小慧啊 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 尤其是金子 遇到这两种诈骗 到底该如何全身而退呢 半片第一步 避免落单 金光党诈骗会选择落单的老年人 或者是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进行诈骗 通常这样的对象 比较缺乏判断知识 至于医药诈骗 则会选择在医院等待的患者 两者对象虽然不同 但是 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 都以搭讪作为开头 有心肺 先生会心 心软 先生 我看你的气色不是很好 你人哪里不舒服 俗话说得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不想陷入诈骗陷阱 来路不明的人向你搭讪 最好离他远一点 你想想看 这些钱如果留给我们自己花 那多好 只要你再拿出一些些的金子 你觉得可以换一叠厚厚的钞票 半片第三步 小心诱饵 毁避人耳目 青光挡在锁定目标之后 通常会故意在偏僻之处 或者车上进行洗脑 然后再拿出必杀绝技 如果不小心动了贪念 那接下来还用以小犯大 或者移花接木的招数等个秒 被卖了还帮人数钞票 成了标准的冤大头 我的肝病会好 希望我服用了一点病蜜 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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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大陆上的野生珍贵药材 工厂下草 鹿绒 所调配而成 能够改善体质 强化肝脏细胞 秘方是医药诈骗 最常使用的神话 为什么医药诈骗 能常常得逞呢 其实他们还用了一项高招 大姐 谢谢你 上次就要吃的中药 吃了之后 一定是我们刚刚的 我只是一心好了很多 小姐 那这个药去哪里买 这就是群众效应 一旦半信半疑时 第二位骗徒 就会出面附和第一位骗徒的话 加强信任感 很快就能打动受害人的心 表面上帮你实现了愿望 事实上 则是半猪吃老虎 配走你的钱 一旦你发现 上了医药账的当 想要回头去找 也找不到了 一下 可以 受害人一旦察觉自己上当 多半自认倒霉 却造成更多人继续受害 请播打165反诈欺专线 下集中 3分钟 从来 下集中 5分钟 1分钟 3分钟 5分钟 3分钟 3分钟 4分钟 5分钟 3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